2024年要不要做怕电电商 如果要做怕电电商的话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我这边正好拿到了Google的2021、2022、2023 三年的全球化品牌50强 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公司和趋势 首先2021年的时候 阿里巴巴绝对的第一名 排在了我们出海排行榜的第一名 紧接着是字节以及华为 还有一些厂商 当然是一当时才排在了第11名 然后我们再看2022年 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打开看一下 2022年阿里巴巴被字节跳动给超过了 然后达到了第二名的一个状态 其他的失意冲到了第10名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比如说像美帝、格力、滴滴 那也在本部的上升中 比如说这种新上榜 是需要大家去新关注的 比如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家居原意 那么当然他在这份报告里面 还会仔细的介绍 比如说每一个品牌的一个具体的行业 还有它具体的一个价值 比如说我们往下翻一翻 这里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新星 就是全球化成长明星里面 有一些新星大家也可以去关注 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机会 那么我们看看2023年 到了2023年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已经只有剩下一个阿里Press了 而像整个的阿里巴巴 基本上就没有在这里出现 那么这里面有哪些是 在以前的TOP50榜里面没出现的呢 因为Google的RY 如果想着能够打平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他们有一个好的品类 和好的方向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品类 和这些方向里面 去找到我们2024年的一些 跨境电商的方向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家居园一类 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些品牌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2024年 可以进军这些品类呢 如果你需要这三份报告的话 关注我以后 在后台回复 斜杠get050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份 这三份报告 同时呢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的话 那么记得关注我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后期的视频的更新了 谢谢大家